中国国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同步上线以来 迅速在全球游戏市场引发风潮 各地的文旅部门把握时机 纷纷认领游戏中的取景地进行宣传 该游戏内多个场景和建筑都取材自古建筑 在国内36个景点取景 其中山西取景地多达27处 8月22日晚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结合游戏中的取景地 发布多条旅游线路 乘邀全球游客及游戏玩家前来参观旅游 2022年的6、7月份 业内的人士推荐所有这么一款大型的3A游戏剧作 我们山西的这种人文资源特色呢 又特别契合 对应现代时尚的这种旅游需求 我们是双向奔赴 带活我们山西文旅的品牌吧 华夏国民山西好风光 能够跨界出圈 据章请介绍 在该游戏刚开始制作取景过程初期 不免存在困难与顾虑 我们也是有一些顾虑一开始 因为考虑到这个游戏啊 它到底是制作出来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最终打下我们顾虑 从2022年8月 它的首部PV发布以后 我们就觉得游戏的定位啊 设计啊 精美程度啊 都非常契合我们的宣传需求 我们越合作呢 越自信 当晚 共发布跟着悟空游山西 三条主题旅游线路 和一条自驾游线路 线路涵盖黑神话悟空 在山西的取景地 如云钢石窟 陵墳小溪天 永乐宫等著名古系 让游客能够近距离 感受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抵御 现在我们的取景地 包括我们其他的文物古迹 会尽最大可能 在保护好我们珍贵文化遗产的前提下 给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山西呢 是一个历史和未来握手的地方 是一个虚拟和现实双向奔赴的地方 我们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都能够走进表里山河 尽向美好生活 游戏与文旅结合 创新了文化传承方式 玩家在游戏中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细节的体验 都是对山西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学习 并期待能亲身感受这些文化遗产的魅力 山西呢 其实远远不止这27个文物古迹 我们的国宝单位就有531座 我们的地上文物古迹呢 特别是元代及元代以前的木构地上建筑 占到全国的80%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挖掘的 可以体验的 可以从山西获得的 优秀传统文化也很多 我们也会不断的优化 不断的完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